他们平凡 却从不渺小 他们不凡 只因从不言败 跌倒了 站起 失败了 重来 他们的人生因跌宕而完美 我是星月 每晚九点二十 与您分享他们的故事 有请主持人星月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 有请主角 今天节目一开始 我先跟大家伙讲一个故事 故事的主人公 和梁朝伟是发小 从小呢 他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演员 有一次啊 他拉着梁朝伟一块去报考 演员培训班 结果那陪考的梁朝伟被选上了 他却落榜了 此后在十八岁到二十八岁的人生当中 他都是在跑龙套当中度过的 苏琪尔当中客船路人甲 天龙八部当中饰演卫兵 在射刀英雄传当中 他的角色一出场 就被梁朝风一掌毙命 他的名字 我们都很熟悉 周星驰 从这个故事 我们可以看出 演员想要出名真的是很难 然而与周星驰的大器晚成相比 咱们今天要推出的主角 可谓是幸运儿了 在电影《新花路放》当中 他当仁不让地担当主角 不仅与黄博 徐征标戏 还拥有自己的专属海报 片酱更是高达六位数 这个演员究竟是谁 他又有何过人之处呢 他不是首席执行官 也不是首席财务官 而是首席缠屎官 他创建了一个疯狂动物城 鹦鹉 羊驼 宠物狗 许多动物在这里与他结缘 更被他培养成影视圈里的大明星 屡屡登上大银幕 与影帝影后标系 他就是宠物魔法师 何君 欢迎两位 谢谢大家 那你先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吧 好吗 大家好 我叫何君 是一名宠物训练师 这个是我的搭档 他叫果汁 表演的搭档 还是跟你一块去训练 其他宠物的搭档 表演的搭档 他演过很多的电影 之前我们看到的 《新华路放》 14年的 对 15年的时候 是跟孙力和郑超 演了《恶棍天使》 你好 我不好 我被汽车撞了 反倒被人说是碰瓷 我妈都跟我断绝了母女关系 工作也没了 就剩下这些 奖状 赞书 学历证明 你干嘛呢 你 走 气死我了 都是他 你看看人家合作的 都是大明星 对 真是 对都是大卡 对 但是星期一百 《宠物》 《宠物》出镜奖 希望未来能够有吧 因为以前动物好像都是道具 都是被归到道具族里 但是现在其实我们都是签着电影演员的合同 我不太看得出来 就是 它是哪个品种 有点像 金包 中华田野犬 就没有品种 因为它是一个小串串狗 然后也是一个被我们揪住的一个流浪狗 所以你看看它这个命运 本来是一条流浪在街上 无人问津的 贫寒的 凄苦的小狗 人现在 一下身家不得了啊 我听说它签那个演员合同的时候 那身家都六位数了 等一会儿我算了 赶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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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十万计是吧 对 你看 似乎它出来之后一直很安静 很听话 它倒有什么才艺 对不对 它凭什么植六位数啊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感受到 就这种环境 它能够很安静地出场 其实就已经表现了 它的 宠辱不惊 对 见过大场面 很多的狗 其实到这个环境里 我想一定会紧张 我都会紧张的 所以其实它是做了非常多的环境训练 它去过很多不同的场合 真的我觉得它是见过大场面 我也在想 它都见到我们三位大半了 怎么一点压抑都没有呢 是吧 对的 要不你转现一下吧 好不好 看看它最基本的训练 这边是一个小的点 这是走位的点 来 挖着看 挖着去 去 去 一定踩得非常准 天呐 很准备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训练员是不能够在镜头里面的 尤其是这种大场面的 所以一定就是远距离的指挥 但是它要去到那个位置上去做动作 去 挖着去 对 好 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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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儿来 啪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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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怜吗 出出可怜的眼神 对 这个 走心的感情 你让它看着我可以吗 我们会有一个目标板 然后这个片只要移动 它的目光就会跟着移动的 这儿 果汁 这儿 啊 你真的看着我了 对 天呐 对 就有OK的信号 它才会离开 它是男生还是女生啊 它是女生 但是在第一部戏里头 其实那个就要求它反串攻狗 有一个镜头就要求它抬腿尿尿 那怎么办呢 其实只要它们行为能够达到的 我们都能够通过训练的方式能够学员出来 这是违反狗的天性的 它又有动作 反叉 但没有 不是真正的行为 这是它把那个腿抬起来 有这个 对啊 当然没带道具 哎 我们没事 这都是道具 随便用火道具 请一位老师来吧 来来来 石头你 你那么挺拔 你这位石头当杠儿好了 不用这人杠儿 对 就站在这儿就好 来 过这儿来 哎呀 石头啊 你三身有性啊 石头 是它跳滚 不是你 你弄反了 你跟这大腕儿一块儿演戏啊 石头 哎呀 真好 对 过这儿去 过这儿过这儿 尿它 不是那边 哎 哎 在那边 来了 你还知道找谁撒尿 来 过这儿这儿 来 对 去 去 去 尿尿 知道是个道具 我觉得最逗的是 它尿完了 石头还跟着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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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摇着小尾巴 迈着小胆腿 两只圆溜溜的大眼睛 还时不时的卖个萌 撒个娇啊 这呆萌可爱的表情 也真是没谁了 人家拍过广告 上过电视 拍过大电影 影帝黄渤抱过他 娘娘孙丽亲过他 甚至自己还走过红毯呢 在动物演员界 这果汁可是名副其实的大明星 不过说起来你可能绝对想不到啊 果汁虽然心路是顺利的 命运却颇为坎坷 故事还得从2011年的5月份开始说起 这一天早晨呢 宠物训练师何君去一个宠物店做培训 在店门口呢 何君看到一个纸盒子啊 他把这个纸盒子拿起来 就想扔到那垃圾桶里去 突然感觉这里边有东西在动 而且打开一看 居然是一只蜷缩着身体的小狗 这只小狗啊是又瘦又小 瑟瑟发抖 看起来也就不到两个月的样子 这身上的毛都打结了 浑身看着也是脏兮兮的 何君把他带回家之后啊 给他洗了个澡 重新打扮了一下 结果发现 这脏兮兮的小黑狗 竟然变成了一只小白狗 何君还给他起了一个很可爱的名字 果汁 那时候何君在做宠物培训 这果汁呢 就和其他的小狗一块参加了培训 没想到这小果汁啊 是一只超级聪明的小狗 记忆力特别好 吃东西也很快 起力呀 走位呀 跳圈等动作是一焦就会 在许多的狗狗当中 果汁很快就脱颖而出了 2012年的8月份 聪明的果汁 迎来了他的第一部电影处女作 毛线头 这部片子 这部片子讲述了四个孩子和一只流浪狗的故事 果汁出色的演技很快就得到了认可 电影上映之后啊 很多的电视节目商品广告都找上门来了 邀请果汁参加演出 就这样 果汁从一个被抛弃的流浪狗变身为娱乐圈的新秀 2014年 一个剧组面试宠物演员 果汁是轻松立刻众多的候选者 被导演给选中了 大家知道 果汁拍的是哪部电影吗 就是宁浩导演的类作 《青花露放》 据说啊 试镜的时候 果汁在镜头前展现出的表情和眼神 瞬间就征服了要求完美的宁浩导演 在拍摄当中 果汁呢 主要的合作对象是剧组的铁三角了 男主角黄渤 徐征 还有导演宁浩 聪明的果汁很快就成为这个铁三角的开心果 原本有洁癖的黄渤啊 居然不建议果汁掉毛 这一有空啊 就把这小果汁抱起来 而宁浩导演在片场发飙的时候 只要瞅见那小果汁啊 就会瞬间变成少女生 来来来 果汁果汁 过来过来过来 然后抱起果汁 让他坐在自己的腿上 一起看那个监视器 出演新花路放 让果汁真正的火了起来 著名演员邓超 也向果汁抛出了橄榄枝 邀请果汁出演他自编自导 自演的电影 恶棍天使 在片中 逆袜秘 那么在聚光灯下 果汁是如何将导演需要的表情表演出来的 那成名之后 他的生活又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下面一起来走进果汁的演艺圈 我们经常说 狗的智商呢 就是有一个排行榜 对吧 比如说编幕是排第一的 对对对 是有点说法 好像是拉布拉多 还是金毛 反正就前几位 对吧 相当于 孩子 人类 六到七岁的智商 对 你觉得果汁的智商能到几岁 我觉得他可能会更高 我觉得跟马丁差不多 真的 比群姐略强 我不敢跟他比 因为我拍过戏 我觉得我的反应不如他 他太到位了 他真的不是演 我觉得 他很多都是 我觉得是很自然的一个表达 那你觉得他成名之后 他的心理会有变化吗 我也关心这个问题 他是不是 飘了是吧 对 就是那种感觉就不一样 那眼神也不一样 带五个助理 四个跟班 旁边还得扇扇子的 有的时候是需要 有个保护的 对于他来说 但是其实我觉得 他没有什么 这个心态的变化 而且特别得 特别注意身材 因为他一定要 本色出演才好 就身材要保持得好 对 一样 跟女演员一样 跟女演员一样 对 跟女演员一样 但是一般我们都说 人心叵测呀 这地位变了 收入变了 这人心也变了 狗心不会变吗 其实我觉得 尤其是狗 其实我觉得 它的价值观 和我们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 有那么一句话 就说狗不嫌嫁贫 其实它很多流浪的人 其实它带着狗 永远会跟着它 因为可能是 因为我也养泰迪 然后 这个 它也养金毛 那每个人主人 都觉得自个儿的狗 就是都挺好的 都特别善解人意 它还有什么特别的 让我们眼前一亮的表演吗 有很多我觉得 平常的东西 能够在特定的时间 能够做到表达 因为有时候 这个戏里就要在这个点 配合演员的时候 它要出现这个行为 这个实际上是需要 非常的准确的 现在所有的电影 其实也是 它不是像马戏团一样 它不会做那些表演的动作 但是它要求 在特定的环境里头 要出现特定的行为 所以何君你提前会阅读剧本 然后提前会跟他做沟通 做训练是吗 对 我们会进入策划组 就沟通 比如说哪些 我们是可以做到的 可以完成的比较好的 对 哪些是需要通过CG 哪些需要通过模型 其实它都是不太一样的 因为狗 真的不会说像我人一样 说你哭 它马上就会哭 不会这样的 人也做不到 让我哭 就没哭出来 真的 对 让你害怕就害怕 它是真的害怕的时候 才会害怕的 所以像 涉及到这些个内容的时候 我们一般都不会让动物去做的 会惊着它是吧 会的 会有一个界限 对吧 对对对 就是我们不希望狗 有任何的恐惧 那比如说像有一些 中犬八宫啊 军犬MAX啊 我相信你也就看了很多这些 关于狗的影片嘛 对 怎么演的呢 我觉得您提这问题特别好 其实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说主张用流浪狗来做这事 电影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 其实我们现在所有养狗流行的这个品种都跟电影有关 你看最开始的时候大家记不记得零犬莱西 所以很多人都养松木 然后1018年狗 大家都养大麦丁 然后零下八度的时候大家都养哈尔奇 然后中犬八宫的时候都养秋田 然后导盲犬小Q就都养拉不拉多 但是呢 用纯种狗拍摄 对于拍摄难度来说会比较好 因为它可以用多只狗演一只 像中犬八宫一共用了11只 一共用了11只 它到老年的时候 它那个坐在乐台上 然后它就这样的时候 其实那只狗和之前那只狗不一样 它的外形就是这样的 那像那个导盲犬小Q一共用了30多只 零下八度是用了100多只哈尔奇 但是用流浪狗拍摄的话 就要求对训练特别高 因为它从头到尾只能它一个人来 所以可见就是有时候狗也是有替身的 对吧 而且也有好多个替身 是这样会不太容易看出来的 它有一定标准的长相 然后就在里面有挑长的相的 还是能挑的非常香的这种 要整容吗它们 其实宠物有美容的 有的时候会有一点染色和修饰的 稍微让它们更接近一点 对 像早前小Q腰窝上 有一个这个梅花的烙印 那个其实就是做的 何君我知道除了这个果汁之外 其实你还有很多不同品种动物 相伴在身边 哇 你什么都逊的 对 哇 其实我觉得所有喜欢动物的人 可能都有一个愿望 要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动物园 它动物园啊 那这样我们能不能把你那个训练营里的 小动物们请到台上一一和大家见识一下 好啊 好啊 马上要上场的是羊驼是吗 对 是羊驼 特别可爱 来 哇 它叫什么名字 它叫朱迪 朱迪 然后出生在什么地方 北美会比较 对 一共有15个品种的样子 15个 对 不同品种 帮我跟它拍一张 走咱俩拍一下 你先帮我拍 它不会咬我吧 不会 不会 会踢我吗 不会 给它点吃的 我没有 对 就放在手心里吗 对 它会咬我吗 不会 不会 来 来 快快快 你让我跟它拍好吗 来 你离近点 对 蹲着点 你怎么喜欢男生了 你看着我呀 哎呦 它走了 你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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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姐 要我试试 你来 给你 好可爱 嘿 大妹子 大妹子 哎呀 好好好 哎呦 你怎么能亲她呢 我都想亲 这个好 这个好 异性相惜 是吧 真的 哎呦 好哎 好哎 对 她性格是很好的 好 好 好 这个好 吃得给你 哎呀 我能搂她吗 可以 哎呀 她真的喜欢男的 你们稍微让一点 哎 真的好 她为什么跟男生这么好啊 我要再来一张 你来到这边了 你可以搂着她 哎 快快快 她正好看着我 听过我们的 要搂一下 搂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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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这儿呢 哎呀 哎呀 不是 不是 哎呀 哎呀 太狗了 哎呀 太大鸭了 你怎么对女生这么没礼貌呀 好重 我看到的这个体积就比较大 下面是大体积的还是小可爱呢 Pony Pony 好可爱的Pony 哇哦 你快介绍一下 对 她叫Pony 就是小马嘛 Pony Pony当不了明显 最大的原因是没法合影 一堆一起合影 找不着呢 看不见 老是个影子 那她性格温顺吗 像一束雕像一样在你面前 对 她非常温顺 然后跟所有的人关系都非常好 刚才我在外面看着有另外一个狗 她跟人家 对 她跟狗的社交不是特别好 就是因为在她青年期的时候 有一段时间我出差 所以她跟一只比较成年的贵宾 应该算她舅姥爷 她舅姥爷 就跟她舅姥爷在一起 那个舅姥爷跟别的狗就不太对付 学坏了 对 学坏了 Pony平时的训练会很麻烦吗 不会的 她非常聪明 简单一说就可以领会 对 Pony down Good boy Pony Good boy OK 那Pony在你这个训练营里 有没有自己特别要好的朋友 她跟羊驼是最好的 对 最近我们发现她开始吃羊驼的饲料 真的 她特别喜欢吃那个草棍 特别喜欢吃草棍 因为我觉得她是所有宠物里身材最好的 就是胸以下全是腿了 真的腿特别吵 对 太漂亮了 你这大长腿太让人羡慕了是吧 对 比较随我 对 我养了一小太迪 我把她叫羊尸子 我叫羊尸猴 对吧 儿子嘛 但是我到今天没止就解决不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 撒尿这事 就我该怎么解决有一个妙招 始终我没有找到方法怎么训练她 猫啊狗啊 还有很多其他的动物 其实她们远比我们嗅觉要灵敏的多 她最优势的感知器官其实就是鼻子 所以她们之间的很多交流是通过气味 那气味从哪来啊 就是从排便上来 所以其实你看一个狗去垫肝子去尿点尿 然后另外一个狗过来闻一闻 然后闻完了以后她再会尿一点尿 她们有很多信息就是这么传递出去的 其实这个对于她们来说很重要的生活 所以她有很多的时候可能是情绪上的表达 也可能是因为您出差很久了 所以她想您了 然后有的时候她可能会 有的狗还会在床上尿尿 对啊 我不好意思说在我床上尿尿 去床尿尿 打打不得的这个出去 对 有可能就是想您了 然后有很多的时候 比如说她尿尿了 然后我们去处罚她 越处罚其实她越想跟你说什么 每天你在家里头 唯一一定要去的地方就是床上 所以她就去床上给你发这个短信 也就是告诉你她的存在 解决方法呢 舒缓压力 看看生活上有什么变化 然后尽量给她一些缓解压力的方式 然后可以给她一些啃咬的玩具 因为啃咬是可以释放压力的 在你训练过的这么多动物当中 你觉得哪一个动物是最难的 雪雕是比较难的 因为它的视力非常的近 所以 近视眼 对 而且它只能看移动的东西 静止的东西它就看不到 好奇像这种越稀奇古怪的 你越想去尝试训练 然后你为什么要去做这个事呢 这些动物其实我们并不是训练 其实更多的是交流 因为你只有交流了 你才能发现他们这么聪明 其实我们在整个项目的这种推进 这个行业推进里头 我们不希望训练动物 我们更多的是希望能够让他们去教人 我们让他们融入我们的社会的时候 你教它实际上是一个很难的事 对 但是如果你能够理解它的话 就会避免到很多的问题 然后另外一块呢 我们做了一个叫疯狂动物城 实际上就是一个移动动物园的概念 我们可以把所有的这些动物 带到任何的场地 这些动物都是救助 还是你买的呢 大部分都是救助 你说鸵鸟 是我们从菜市场买来的 菜市场 真的是广州的那个菜市场买回来的 训练的鸽子 其实也是从路边上那个 那个菜市场买回来的鸽子 然后还有就是自己飞过来的 很好奇 因为有些动物我觉得 感觉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一个任务 但是你把它训练的特别好 是不是中间有一些密集啊 这其实就是我们的训练方法 我们叫正向训练 就是它最核心的就是 奖励正确的忽略错误的 对我们从小被教育的过程 是奖励正确的处罚错误的 对 所以我们会对我们认为错误的行为 进行处罚 但是对于狗来说是完全行不通的 因为它们和我们之间的行为谱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费叫 有的狗见到有人路过 它就会费叫 就是因为它们可以像门链一样费叫 所以它们才进入了人类社会 如果那些陌生人来了以后 这个狗不叫 这些狗一定早就被淘汰掉了 所以它不会觉得叫是一个错误 如果你处罚它的话 它只会觉得我叫的不够好 所以其实正向训练 其实现在也越来越多的应用到孩子身上 没错 包括团队管理等等都会用到 嗯 孩子和我们的思维是不一样的 我们不能够用我们的理解去教育他们 像你说 跟动物的交流会有助于心灵是吗 对 那很多人也会 是不是比如说 有开门课可以有让一些抑郁症啊 让一些人可以缓解啊 其实我觉得这个其实在医学上 好像已经被证实了 对 包括有些自闭症的孩子 他可能对其他东西都不会感兴趣 但有可能会开始亲近动物 然后他的行为开始有所改变 嗯 其实我觉得我们存在的意义 可能更多的是改变人 而不是去改变动物 嗯 从流浪狗 逆袭为动物明星 可以说果真的脱颖而出 离不开宠物是何君的悉心调教 而何君对动物爱的教育 这样一个理念 也让我们对人与动物的关系 有了更为新的认识和思考 一只小小的宠物狗 能够得到观众们如此的喜爱 也表达了大家 对美好世界的某些期待 生命平等 动物同样需要被爱 与何君一样 咱们接下来的这位主角 也是一位爱动物的达人 他建造了自己的鹦鹉王国 甚至很多人亲切地称它为鸟叔 它和鸟一次意外地邂逅 却不料半辈子围着鸟打转 如今它是年入二百万的农民鸟叔 升国旗 骑自行车 被唐诗 它调教过的鹦鹉 各个精灵古怪 身怀绝技 它就是来自河南洛阳的 乔建鼎 大家好 我是来自洛阳的乔建鼎 今年四十六岁 欢迎您乔建鼎 这个鸟是您带来的 您训练的是吗 对 这个鸟叫什么名字呢 它的名字叫玛丽 玛丽 是女生啊 对 她是个女生 嗨 玛丽你好 她会跟我们打招呼吗 嗨 玛丽你好 我是玛丁 你哥 你哥 把手举起来打个招呼 来 嗨 嗨 你哥 玛丁在这呢 那他会叫玛丁哥吗 玛丁哥 终于等到你 还好我没放弃 看到他玛丁哥了 兴奋 对 比较兴奋 哎呀呀呀 哥 你行吗 有 您养鹦鹉有多少年了呀 我是从93年开始接触鹦鹉 到现在有23年了 我听说你还给鹦鹉办培训班 有多少鹦鹉来参加你的培训班 你又教他们一些什么呢 这个鹦鹉呀 还有很多才艺 比如说语言 你像这些动作有技巧类的 脑洞类的等等等等很多节目 所以说呢 把自己的宠物培养的有才艺一点 我觉得这特象我送我们家宝宝去去学才艺 万鹦鹉的话肯定认自己的主人吧 对 如果我上去的话 他不但奔论我 还走我一口都说不定 你去试试吧 那他会走我吗 不会的 不会的 这真的不会啊 对 不会 嗨 马丁弟弟 你可以喂喂他 马丁弟弟你好 马丁弟弟你好 马丁妹妹 我 没事没事 哦 他自己还多出来了 那怎么着 你还让人连壳吃啊 马丁老师 叫号不良 你的妹妹真的 心理聪明 自找理装 你不要害怕他不咬 他不咬我 你还可以教他跳舞 你也可以 你看 老师我跟你说 你就这样手呢 这样动 手不要让他吃到 然后呢让他看到 这样手这样上下动 再远一点 等等 起来起来起来 这叫我们马家人 你们马家一起来来 两颗 来 来 你看肯定不行 没戏 你看 你哥哥让你跳舞 没有共鸣 来 你哥哥让你跳舞 来 对不对害怕 来 李老师 让我们马家人来试一下 你往那边点 别这么生人的看着 好 他静静地在认 看样子是同一步的 到底是什么时候 跟哥哥吃散的呢 真是 哥 哥你在旁边 还立刻来吧 来 我跟你们说 你们知道 马力心里在想什么 三个老辣肉 还在这逗我呢 我喜欢的是小鲜肉 都坐在上面的是吧 来 你像他呀 这样可以解开 可以放到你身上 都是他害怕的 放到你的肩上 没事 站过来 站过来 看来这和鹦鹉近距离接触 没那么简单呀 更别提跟他一块跳舞了 乔剑鼎的功夫还真是不一般 说起乔剑鼎 在河南那儿那可是鼎鼎有名的 人颂称号鸟书 鸟书家里绝对是鸟的乐园了 有几百只鸟 什么巴鸟 聊鸟 画眉 黄雀 鹦鹉 是你唱一句我鸣三声 热闹极了 在鸟书乔剑鼎的眼里呀 每一只鸟都有各自的特色 有的呢 爱唱歌 有的爱运动 有的呢 爱调皮 鸟书常常是被气得哭笑不得 就鸟书说啊 他的这些小伙伴 最调皮的就是小灰灰 小灰灰是鸟书养的第一只鸟 当时呢 可是花去了鸟书大半年的工资啊 灰色的羽毛 红色的尾巴非常漂亮 鸟书对小灰灰真可谓是一见钟情啊 但是初来乍到的小灰灰 对这个星家好像不咋喜欢 天天上演着大逃亡的攻略 第一次玩消失 那可真把鸟书给吓坏了 不过是转身半个神的功夫啊 哎 鸟架子上空空如也了 鸟书在屋子里转了一圈也大了门了 我怎么没看着鸟在哪呢 这门窗都关得好好的 怎么就消失了呢 再仔细检查了一遍 才有了重大发现 沙窗的角落破了个大洞 窗台边上竟然还有一坨新鲜的鸟屎 毫无疑问了 这家伙郁郁了 鸟书啊就顺着后山找 隐隐约约听到有个声音传过来 我是小灰灰 我是小灰灰 循着声音过去一看 哎 还真是那小鸟啊 原来啊 这小灰灰跑是跑出来了 一着急 又把自己的链子给缠到树枝上了 于是就可怜兮兮的在那叫着 等着主人来救它呢 看到鸟书之后啊 它似乎也知道 自己办的事不太地道 还给主人卖萌呢 I love you I love you 惹得鸟书是哭笑不得 从此以后 这小灰灰就再也能有偷偷溜出去过了 逐渐和鸟书成了形影不离的好哥们 有一年冬天 这鸟书带着小灰灰去参加一个春节庙会 天非常冷啊 零下七八度呢 表演场地又非常高 在七楼的天台上 小灰灰就表演那个滑滑梯 从上往下滑的一瞬间 这一阵狂风刮下来 就把小灰灰给卷走了 鸟书追到了楼边 根本就不见了小灰灰的踪影了 鸟书心里郁闷不已啊 觉得自己可能再也见不到她的小灰灰了 你说陌生的场地 而临次至比的高楼大厦 震震呼啸而来的狂风 这小灰灰怎么可能找得回来呢 乔建鼎在天台上默默地坐了一个多小时 正伤心难过呢 突然听到有人在喊 乔老师乔老师 你那鸟自己飞回来了 乔建鼎不可置信地跑到楼下一看 这小灰灰正在艰难地扇动着小翅膀 穿过狂风一点点地挣扎前进 扑到主人怀里的那一刻 被冻得四色八抖的小灰灰 再也没有一丝力气了 只能用小奶泪瓜轻轻地蹭了蹭主人的脸 那一刻乔建鼎满脸是泪啊 对于乔建鼎来说 这些鸟已经不再是宠物 而是它最为亲密的伙伴 它们同吃同住一起训练一起表演 组成了一个充满爱的大家庭 那么今天小灰灰和她的伙伴们 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和欢乐呢 一起拭目以待 我们的古人在宋代 出现了那个成语 鹦鹉学蛇 对 我不知道啊 你的这些宝贝当中 这一个学蛇的本领怎么样 其实呢 鹦鹉学蛇不是贩子的鹦鹉都能说话 有的鹦鹉呢 它的语言天赋特别好 有的鹦鹉它的语言天赋会差 但是有的鹦鹉呢 它的运动机能是很好的 你像这些灰鹦鹉呢 它是世界上语言天资最聪明的鹦鹉 还没有断奶的时候就学会简单的 你好你好 语言天赋非常的好 它在美国呢 有一家鹦鹉研究机构 研究这些鹦鹉呢 它相当于七岁孩子的智商 那么高 哇 那七岁能够跟我们很自如的对话了 对 我女儿才三岁半 已经可以开始背诗了 她能背吗 你这个题太难了 鹦鹉学说话已经不容易还背诗 她会背 她会背 你看她还要站在我的手上啊 是吧 来给大家问好 你好 你好 说出来了 来说句英语 I love you 哇 我是鹦鹉 我是鹦鹉 我说话了 说的我会说话了 接下来呢 我就背一首诗啊 我背一首除和让它接 我背上一句 让它听到下一句 一定得接上啊 来咱俩背一首诗 除和日当舞 我背下风 哇 听着第三句啊 谁知盘中餐 你你爹地鼓 怎么样 太厉害了 像这样一首诗 你要教它多少时间 它才可以学会啊 至少这半年以上 然后呢 还得让它给我能互动 它能听懂我的意思 你为什么它能对诗呢 它就是努力地听着你的声音 它知道你说的什么内容 然后 它接着往下对 这样的鸟呢 很少 有的鸟也不常见的 除和日当舞 你看我教的时候 用的都是女声 这样的教出来的鸟呢 说话声音清晰 嗓音甜美 哦 哦 我明白 这个讲究啊 你就是说教什么 他就会 你要是跟他说干啥呢 他也说干啥呢 那就是 哎 我们有一个朋友家里 都特别好玩 他们家有一老阿姨 特别害怕客人 在他家吃饭 每一次来客人 她说你刚刚吃过饭 到我家的吧 结果这鹦鹉就学会了 每回我去 她说你刚刚吃过饭 到我家吧 我说我吃过了 哈哈哈哈 我知道玛丽是很厉害的 上过很多大节目 对吗 对她是个老演员 据说她能升旗是吗 对 来来来 看一看啊 升起来 开始了 哦 好 哇 哇 快点 好嘞 好棒 哦 这个就是你刚才说的 运动型的选手 您看他不说话 但是他会运动 咱们让他表演 骑自行车 挺不容易的 玛丽 人真不容易 人都没有手扶着车盲头 用嘴叼着呢 是吧 对啊 太不容易了 还有绝活 来 准备抛球 哇 两个 再来一次 抛球 来 过去看看自己打得怎么样啊 哈哈 呦 看看 可 这就叫什么呀 打不倒我就把你推倒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呢 你看看 哎呦 好 全中 不错 不错 我刚才感觉 他骑自行车特别不容易 因为那个是需要平衡的 嗯 那他的平衡是怎么掌握的呢 他是用嘴 用嘴控制平衡 对对对 因为呢 鹦鹉呢 他是属于盘元类的鸟 非常善于在树林里边 飞缩盘元 他怎么盘元呢 他就是通过嘴 他在这个树枝上 他伸着脖子 一个嘴呢 勾入那个树枝 他就可以完全的 把自己的两只爪子松开 就可以支撑住 他全身的重量 那也就说您 他的这一个嘴是非常尖 非常的犀利的 对对 非常的犀利的 我靠小灰灰行吗 嗯 你靠小灰灰可以啊 哎 来来来 让他学一个简单的 学母鸡叫他会叫吗 有话太过分了 让鸟学鸟叫 就学鸡叫 是不是 学鸡叫 母鸡生蛋的可以 那咱们试一试 来听好了啊 跟着我学 不要说话了 鼓鼓鼓鼓放 鼓鼓鼓鼓鼓鼓鼓无答 母鸡生蛋嘛 再来一个 我觉得鸟和鸡 至少都还是有翅膀的 有毛的 要来一个难点的吧 来个狗叫 你这个才难呢 让鸟学狗叫 鸟怎么学狗叫呢 按道理它想学什么都能学 只要它跟着我学就可以 来 你听好了 学狗叫不要说话 乔大哥 我说句公平话 它的狗叫比你的狗叫 叫得好 清楚于来胜于来 不 它学得像 真的 我听说会说话的鹦鹉 其实价格是很高的 你能不能透露一点 行情和信息 我不知道我买不买得起 像这样的 严格来讲 鹦鹉是不能卖的 它是国家二级暴富鸟类 那我怎么办呢 那你就只有看我玩了呗 我能冒昧地问一下 像您这样 不得了 他从来看我看你 我完全没有 你放心 我不能保护你 相信我 我怎么能发现 你我是个师傅 你 你 骂 那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